什么是父亲 有人会说我爸就是我的取款机 我爸是各种名牌的收纳机 还有人说我讨厌我的父亲 他没有我的母亲温柔 我讨厌我的父亲 他不能给我买苹果手机 我讨厌我的父亲 他不能给我富二代的生活 在这里我想说 也许你的父亲很富有 是位商人 是一位企业家 或者是位名人 你们看到的是他现在的辉煌 想过他心酸的过去吗 他也是白手起家 你要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 在他年轻的时候 是用多少血汗打拼来的 也则被人瞧不起 不知瘦了多少的白眼 你要时刻记住 那是你父亲有钱 而不是你有钱 说好听的是你父亲宠你 说难听点 你不就是啃老吗 所以你没有资格挥霍着他们的金钱 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 因为那里没有一分钱 是你赚的 而当你的父亲没有腰缠万贯 直到现在还被你的将来打拼的时候 你就更没有资格去责怪你的父亲 当你在学校和中学 攀比着各种平台衣服 鞋的时候 想过自己的父亲在家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干着农活 在老板的怒事声下 还要笑脸迎合着给别人打工 他们每天在钢筋水泥架间徘徊 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赚钱 这一切的一切 只为了让你在学校的生活得好一点 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瞧不起 可你给自己的父亲长脸了吗 因为你的一次冲动和同学起了冲突 你的父亲要放弃一个男人的尊严 哭哭哀求着人家原谅你 把你所有的错误和不懂事 满到自己身上 他没有本事 他不认识什么达官贵人 他不能找人帮你平事 他只是个本本分分的农民 但他用自己的肩膀尽自己所能 给你撑起一片天 父爱真的如大山一样 爱的伟爱 爱的肖母 爱的深沉 静下你浮躁的心 回头看看你爸爸脸上的皱纹 和那插了银丝的发 岁月在这个男人的脸上 留下了你成长所付出的代价 这就是父亲 澳区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 点击搜索 再点击公众号 搜索UFF499 UFF499 关注后免费进群 再点击公众号